如果憧憬 其實社會是未完全回復正常的 正在回復正常 如果憧憬再進一步放寬 比如說外來人士 或者航班上的限制再放寬 你覺得293國泰現在又值不值得再繼續留意呢? 很厲害 293最近的圖片是很漂亮的 我也想說 因為你看看他3月下旬的時候 曾經想破百元 然後打下來 那天正正因為林鄭有提過 說放寬那個航班 即是那個叫什麼? 熔短? 熔短,是的 還有大家可以 有七個國家可以來香港 是那天來的 是 之後就下來了 但是你看到近來 又繞了一個圓底上去 我覺得293你從消息面 或者從那個圖表走勢 都有些直播空間 我覺得你說當破位追的 那可能你大概現在這些位 你入場 你當 但是最好就是站穩8元 記得賺8元 其實如果你照度的話 其實升多1元都不出奇 所以大家可以少住買一買 你當這些位置 就駁它上到9元 而且現在也挺關鍵 因為昨天是剛剛破的 你說是不是真破還是假破呢? 這個就要等多一兩天才知道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住一住 坐一坐 當然你說如果又殺到7.7元那些位置 那即是告訴你 它又回到無間地獄了 這個就要看大家記住 未必一定會破的 但是 預了有空間去做上落操作 問一下再基本一點的問題 譬如你說 站得穩在8元樓上 其實你們是看多少日的收市價 去斷定什麼叫站得穩? 其實站得穩 我想真的可能一日半日已經足夠了 如果它肯行 其實現在的股票很快 它肯行的話 隨時今天一枝羊竹爆上去 就已經當站得穩了 因為你很難就能回到 所以 為什麼通常破壞這些股票 你可以先買一點點 而且你要看看你自己博多少 你說現在這樣博一元的話 其實都有一成過外的一個幅度 我覺得都有直博率在 這個Hafi是來的 他就跟進我們剛才談過國泰 他就說一直想買但不敢買 他說現在升了那麼多才買 會不會很笨呢? 還有想問1997你又怎麼看呢? 就是國泰 國泰就是剛才那個操作 你要博的 高追就預算了 細煮兼嚴守止舌 這個大家明白的 至於你說這隻1999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隻1999 即是九龍倉子 你說炒海港城 炒一些時代廣場 我嫌它慢 這麼大的股票 它未必可以走得很快 所以我自己就興趣不大 純粹推理 例如未來有新特首上場 通關都在他的 agenda 如果真的一旦通關有消息 會不會爆得很重要呢? 1997 應該會的 近來你放寬一些社交距離 就沒有什麼反應 大家都不會衝去萬年 滾唐瑜 最重要是有內地的朋友下來 購物之類的 那一刻就會很厲害 所以Wendy說得對的 如果你說新特首 我們以結果為目標 我們要通關 變成接下來這些位置買下去 你要坐 你要等 其實現在靜靜地買 我覺得OK 那你就等下 狗倉 或者近來都有人炒了一隻沙沙 一七八 說真的 你放寬社交距離 你不會衝去買沙沙 都是內地的朋友才會下來買沙沙 所以這兩隻 我覺得是通關概念股 是這兩隻 是的 真的好